关于投资的话题 我想其中很多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荷兰称霸海洋的时候 难道你不会想投资荷兰帝国吗 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 难道你不想投资大英帝国吗 在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时候 难道你不想投资美利坚帝国吗 这个道理不仅我们明白 国外的英明投资者也明白 意外富翁达利欧 作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在上周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表示 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 将会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全球最高的贸易额 全球最大的总市值 这样的前景就是他现在投资中国 并且也建议其他人投资中国的道理之一 达利欧在视频中强调 在过去十年里 中国的股市盘子增长了四倍 债市增长了七倍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有投资机遇就会冒着风险 但是现在承担一些风险 增加中国企业的敞口 才是更明智的投资选择 相反 不仅投资中国本身 才是更有风险的 而是要投资中国 总是越早越好 如果等到中国投资 已经出现强势表现 再去追逐 风险还要来得更大 除了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成就之外 达利欧高度强调投资中国 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则是多元化 在诸如人工智能和5G等关键科技领域 中国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 在这些板块上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或者说中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企业 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企业的竞争对手 因此你最好在赛马场上 向两匹马同时下注 如果你还没能做到 那就说明你的资产配置不够多元化 达利欧具体说到股票债券和风险投资等都是值得考虑的 投资中国的渠道 目前的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发展 资本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对于投资来讲 如果你想要等着一切都澄清 等着一切都变得无比美好时在入场 那你就只能面对两种可能的结果 要么支付更高的价格 要么被拒之门外 如今中国机会的大门已经敞开时 是尽早入场还是迟到 就得看投资者的聪明才智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